哈囉,大家好,我是志祺 那今天我們要跟我們的柯P還有視網膜 一起來玩玩我們的新系列 新聞新知大挑戰 那今天其實是一個新系列 那大家都知道志祺七七是一個時事討論的頻道 那我們過去也一直在想說 要怎麼樣用一個比較輕鬆 比較有趣的方式帶大家瞭解時事 所以這個新系列 新聞新知大挑戰就誕生了 在這個節目中我們會邀請不同的來賓 跟我們一起玩一些荒謬的也好 認真的也好或是嚴肅也好的東西 在這過程中大家可以透過大挑戰的方式 學到一點點的時事知識 那今天我們的第一個來賓是我們的柯P 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中華民國正統的官媒主播視網模 哈囉各位中華人女大家好 那接下來呢我們今天的主題非常的特別 今天的主題是我們的捷運主題 為什麼會有捷運呢 其實主要是因為台北捷運呢 即將在最近就要突破我們的100億人次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針對捷運相關的新聞時事 來做一個簡單的大挑戰 欸,我蠻好奇的就是 像視網模你常常搭捷運嗎? 我非常常搭 市長呢? 我都搭 我每天坐我公車 了解 像我自己是完全不搭捷運的人 我自己覺得等一下我應該會輸得蠻慘的 那我們馬上就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比賽規則 開始囉 B皮 請問影下在台北市行政區交界處的捷運 站哪個不在台北市內 A萬榮 B關渡 C台北橋 D靈光 在哪呢 C 欸欸欸欸 不要講 不要講 是網模組我會知道是C 因為 他的交界處是過了那個 淡水分 所以是在淡水分 了解 所以我們大家都拿到了一份 第二題 請問下列哪一個是台北捷運公司 真的有舉辦的比賽 A捷運車廂真文比賽 B捷運杯捷舞大賽 C捷運歌唱獎 B捷運形象攝影比賽 這也太難了 啊? 市長為什麼會知道 怎麼猜的 我印象中我好像有破錢 這個是作弊吧 好第三題 去年九月台北下了一陣大豪雨 當時淹水的東門站出口 靠什麼東西來阻止 大水從連通道淹進捷運站呢 A抽水馬達 B大水桶 C水蜜門 B排水分流通道 這是我的專業 這是我的專業 冷財 A 水蜜門 對答案是水蜜門 因為我是讀讀計畫的 所以我們知道防紅相關的事情 其實A B D 這三個東西它都是已經淹了之後 就很像是泄紅相關的 然後之後C它就把水擋掉 所以這樣子的話答案是C沒有錯 一字題 請問下練哪一項 不是捷運遺失物中心 曾經撿到過的旅客遺失物 A 骨灰塘 B 觀光相 C 人型衣架 D 原位內褲 原位內褲的定義是什麼 穿過的內褲 可是要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洗 有沒有登錄在捷運公司的編號上面 沒有 有人撿起來之後聞了一下 發現它沒洗 你猜吧 原位內褲會拿去丟嗎 真的是原位內褲 撞我們也猜對了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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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猜對了 原位內褲是非常非常厲害的 第五題 台北捷運目前平均每日運輸量 大約210萬人次 相當於桃園市的走人口數 請問今年即將突破110大成人次的台北捷運 同衝車至今過了幾年呢 A 20年 B 23年 C 25年 D 27年 今年是民國幾年 100 今年2019 2019 天啊 好難 我為什麼要失憶 台大一科有沒有猜錯 你真的是B 猜錯了 因為扁的時代就有嘛 往前算 馬八年 好八年 我四年 那二十年嘛 那在扁的時候有 所以應該是二十三 好痛 所以是幾年通車呢 1996年通車 1996 對 第六題 陳上題 請問台北捷運只花了幾年的時間 就達成一百億人的運輸量呢 A 20年 B 23年 C 25年 D 27年 蛤 哈哈哈哈 這東西不是一樣嗎 這個相同題 對啊 這為什麼是一模一樣的題 他同樣的題目 用不同話問兩次 他以為我是阿米爸不會 阿米爸 很笨的意思 第七題 在捷運月台廣告捷克駿場好運天裡面 女主角沒有做下列哪一件事 A 在車廂內戴口罩 B 把後背包往前背 C 在座位上把報紙對折 D 把飲料收起來 市長知道捷克嗎 他就是拿一個廣告 就是捷運上會有一個很尷尬的廣告 我曾經很認真的就是 看著那個廣告之後做過戰 呵呵呵 就選了一個答案 我中了 我沒有看過那個廣告 可是那個廣告的女主角不是有懷孕嗎 所以他拿後背包出來擋住他的肚子 我想說他懷孕之後後背包往前 讓小孩會被壓死 因為那個廣告實在是太尷尬 所以我蠻記得裡面的劇情 我記得他不是戴口罩 我記得他是吐口香糖之類的 不喝飲料 吐掉口香糖 是為了保持乾淨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成為一個好的捷克喔 好 我們第一段結束了 統計一下我們現在的分數狀況是 我們現在每個人都5分 決勝負的關鍵呢 就是在等一下的問答題的部分 好 那在第二階段的這個挑戰賽裡面呢 我們增加了兩個東西 第一個是前面的道具 還有我們後面的熊讚 好 這個非常非常的可怕 準備好了的話 我們就要來開始囉 好 第一題是問答題 請問下面這段音樂 是哪條捷運線的近戰音樂呢 我們都在搭捷運 好 是王國 中山新電線 答對了 好厲害 為什麼 這條接 我會唱 你會唱其他的嗎 我會啊 我會啊 每一條線音樂都不一樣 藍線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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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好了 認定認認認認 第二題是選擇題 請問捷運到站廣播的語言順序是 曹志祺 嗯 應該是 A 答對了 YA 第二題是多選題 請問紅線和麗線的交集是哪兩站 中山跟中正紀念堂 這個真的應該做得比較懂 我在想把半天 我腦中有捷運地圖 第四題問答題請問 有最多以學校作為捷運站葬名的捷運線最多是哪一條 最多的嗎 古大那應該是藍縣 藍縣 打錯了 這可以嗎 這不行嗎 應該是中和新路線 因為中和新路線有什麼 局會中學 中山國教 國中是中線 啊算了 輔大 哪一條 中和新路線 真的很厲害 我們有長知識 第五題是問答題 請問捷運哪幾站有三鐵共購的系統 三鐵共購 我知道那個南港站 高鐵台鐵捷運 三鐵共購是南港站 還有別的站 有錯了 蛤 視網膜 耳朵講過的有 反話說再來一個 另外一個是板橋站 所以板橋站跟南港站是三鐵共購 是錯了 板橋北車跟南港 是捷運 台鐵跟高鐵 他不符啊 他提問我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他說三鐵喔 那台北站太多站在那裡廢集的 那六鐵共購我知道 大口中心應該是不會接受 我們的申辯 第六題問答題 請問捷運站名以醫院命名的有哪幾站 雅東醫院 台大醫院 對不對 雅東醫院 這我知道雅東醫院 台大醫院 就這兩個 雅東醫院跟台大醫院 有錯了 還有一個那個 萬方醫院 萬方醫院 我這樣有沒有答對 我還是手在手上講到 我第一個優先的 不算不算 最後一題問答題 講醫院我就比較 你最後一題了嗎 為什麼我還沒有答 捷運即將突破100億搭成人次 那我們最近也跟捷運公司合作 線上預測的抽獎網頁 還有這個大條戰來預測 第一百億人次的出沒站 那請問100億是10的幾次方呢 我看 先搶答來 那個 呃 10的幾次方 10的110的A2 我刪出來 10億是10的9次方 100億就是10的10次方 我們第二就讓我完全沒有答對任何一題 我只會醫院跟數學 那我們總得分最高的 獲勝的是我們的視網膜 耶 這個比賽是公平的 做業道的人 搭對業道 真的 我是赤字 啊你是最少的 沒有 我在台北 看地圖的時候 腦中都是以捷運為分 我是最近比較少做 平常上下班也是騎腳踏車 坐公車 我就沒有坐捷運 所以就少掉很多機會了 希望之後公車也可以有做大挑戰相關的事情 那我們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頒發我們最後獲勝的獎品了 OK 那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的獎品有 捷運的悠遊卡 100億人次的這個限定款的悠遊卡啊 那此外呢我們也給他另外一個家 這是我們公司自己做的一個臭泥的卡套 我們把他裝進去 我們可以把他打開來看一下 這個臭泥卡套 對 這是一個悠遊卡的 矽膠的悠遊卡套 沒關係我剪 好謝謝 那就恭喜我們的視網膜 耶 那我們的新聞新知大挑戰之捷運篇 早上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謝謝我們的科匹 還有我們的視網膜 謝謝 謝謝 辛苦了辛苦了 那為什麼我們這次會有這支影片呢 其實最關鍵的就是因為 我們這次我們的公司捷運設計 跟北傑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合作 我們做了一個他們110人次的 這個行銷相關的一個企劃 不知道大家在上週的時候 有沒有被五大線的捷運之亂給洗版呢 那這背後其實都是工人智慧 都是我們公司每一個人很辛苦的 在跟大家互動回覆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件事情很有興趣的話 歡迎大家到這個預測的網頁 投下你支持的那條線 然後讓大家可以一起參與這一次百億人次的一個特別的活動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你可以點擊旁邊看看我們每週的新聞回顧影片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時事介紹 那此外也別忘了點擊LOGO訂閱我們頻道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市長你錄了這麼多個跟創作者王紅合作的影片 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支 沒有什麼情緒啊 所以每一個人都完全沒有印象 沒有啊我都是配合演出啊 沒有小戰吃都要扣錢 欸好可怕 這是卡氣之用的 啊 啊